阿米 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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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英文碰上原住民族文化 會有什麼樣的火花 可以看到外籍教師用英文介紹阿米族木雕 還有鄒族的毛 台北市教育局為了提升學生英文程度 推廣一行政一英語情境中心 東興國小則首創以原住民族文化為主題 融入英語教學 讓學生學英文 還可以認識原住民族文化 透過這樣來學習英文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在學習原住民文化的那個部分 都非常是中心詞彙 核心詞彙 比如說它的那個籃子 Basket 或者是它的那個長矛 Spear 這些東西 我想小朋友他一定會很新奇的 外籍教師也用英文介紹了 台灣原住民十四族群 學生則跟著逆變 除了了解原住民族生活文物之外 也體驗了原住民族舞蹈 之前沒有那麼看那種原住民的東西 然後就來這裡就可以有體驗什麼跟看 然後就會對他們比較熟悉 它配合了英文 然後教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讓我們知道了很多不知道的名詞 像是毛啊 還有弓箭的那一種 除了有原住民族博物館 還有機艙 郵局等等情境教學 用生活化 預教娛樂的方式 讓學生學習英文並產生興趣 記得怎麼知道的買藥台北市採訪報導